去年9月繁殖的南洋大兜蟲CCK 已經飼養14個月了 雖然公幼蟲還在吃 但母蟲已經化蛹並羽化囉 一起來挖母蟲並聊聊南洋大兜蟲的飼養吧 時光匆匆 2021年9月13日 我配了一對南洋大兜蟲CCK並投產 到現在已經一年又兩個月了 總工是蟲見天日老闆DONATE的 母蟲則是我向蟲友購買的 雖然總工是中角個體 但是體型粗壯 體長約89mm 母蟲有刻意挑大一點的來配 體長約63mm 這裡可以看出母蟲是偏紫個體 但公蟲是偏綠個體 等等可以看看後代的體色表現如何哦 經過一年的飼養 雖然工蟲都還在進食沒有照勇士的跡象 但母蟲卻幾乎都化勇或羽化了 這批南洋大兜蟲CCK共計有14隻母蟲 確認羽化的有11隻 另外3隻目前還是勇 所以今天我要將這11隻羽化的母蟲挖出來支付 順便看看牠們的體型如何 南洋大兜蟲的公蟲及母蟲的幼蟲期相差很大 母蟲的幼蟲期大約8到12個月 公蟲的幼蟲期大約是12到18個月 而母蟲蟲的壽命大約是6個月左右 所以基本上同批不容易配對的上 要解決這個困境 一般在繁殖時會留下第一批幼蟲及最後一批幼蟲 這樣多少能提高羽化後能配對到的機會 或者乾脆飼養兩批差半年的幼蟲即可 另外就是母蟲使用更低一點的溫度飼養 來延長幼蟲期和直伏期 但溫控兩種溫度並非一般人能做到的 我個人則偏向羽化後再找其他種有飼養的成蟲來配對 也可以順便換血 畢竟CCK並不是市場上很罕見的甲蟲 所以成蟲並不難找哦 如果是比較少人飼養的牙種 那用這招就有些風險了 這批幼蟲的墨重大約52到60克 這體重都很正常 南洋大多的母蟲很少能達到70克的 飼養上我的偏向用6號箱直接養到羽化 空間大約3.5公升 另外這批南洋大多蟲我完全使用自發酵的母屑飼養 這是有建於上一批 體重不錯但是出來卻是巨大的中角個體 所以食材調整成全墨穴試試看 一般我還是建議用墨穴混兜土 比例1比1 很多養出長角南洋大多的私育家都推薦這個比例 或是可以直接向蟲店購買南洋大多土來飼養 這也是個不錯的選擇喔 另外目前公蟲的體重大約是80幾克到120幾克 大多數體重分布在105到116克 養了一年多基本上體重已經固定下來了 不太可能再變得更重 我感覺用純木屑飼養南洋大多蟲 體重並不如用墨穴混兜土來飼養 但是我是希望用純木屑飼養的話 可以有更高的機會出長角個體啦 總之結果如何大概還要再等個半年才會知道了 到時候會再跟大家分享喔 好啦11隻母蟲都挖出來了 把牠們拿去沖洗一下 然後換到適當的容器中繼續支伏吧 不過我還是忍不住想把牠們放到樹皮上展示一下 這次羽化的母蟲體型都還不錯 抬頭量全都在61-62mm左右喔 仔細看你也發現到了吧 這些母蟲顏色不太一樣喔 大部分都是偏銅綠色 但是有一隻看起來卻是偏紫色喔 先把其他的放回去 我們來看看這兩隻的比較吧 這樣看是不是超明顯的 沒錯 南洋大兜蟲有偏綠和偏紫的個體喔 不過這批偏紫母蟲明顯比較稀少 似乎只有兩隻的樣子 你覺得哪種顏色比較漂亮呢 公蟲一樣有這種區別 等我那些公蟲羽化了 我們再來看看顏色是否也分成兩種齁 好啦,把牠們放回去直伏吧 當然了,我也為牠們找了總工囉 將將,這隻是我12月初購入的總工 雖然只能算中長角個體 不過牠的體型還可以 體長約99mm 這麼多加力讓牠配對 希望牠能順利繁殖出下一代喔 當然啦,這麼多牠蟲我不可能全部都配到 所以啦,手邊有公蟲的朋友 不要錯過這批牠蟲囉 有興趣的話歡迎到我們的LINE 在官方帳號看看 好啦,今天的分享就先到這邊 喜歡我們的觀眾 請記得按讚、訂閱和分享我們的頻道 請記得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回見,掰掰 好的, Hollande 掰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